标普涨0.38% 台风Florens威胁美国东岸,油价上涨,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,数字货币集体下跌,隔夜市场药文,美国7月JOS值位空缺693.9万人,创历史新高,值位空缺连续4个月高于求职人数,7月差值,已创历史峰值,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看重指标之一,自主离职率涨至2.4%, 创2001年以来最高,达利欧称从经济周期的角度,其更加担心未来的两年,现在股市的涨势已经大幅领先于税改的利好,投资者未来应当在股市中,采取更加防御性的姿态,路透这援引两位直接了解加拿大谈判策略的信源称,加拿大准备好允许美国奶制品,有限进入该国乳野市场,美国总统特朗普称, 加拿大希望达成协议,美元对加元跌近百点,跌超0.7%,重新逼近1.30关口,基本回土9月以来全部涨幅,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, 飓风Florence未来可能经过的地区的民众都应当撤离,已经在Florence等飓风问题上聆听简报,美国民众的安全具有优先性,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就绪,特朗普批准Virginia州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, 股市标普500指数收涨10.76点,涨幅0.37%,报2887.89点,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113.99点,涨幅0.44%,报25971.06点,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48.31点,涨幅0.61%,报7972.47点,苹果收涨2.53%,结束此前连跌5个交易日的遭遇,亚马逊收涨2.48%,此前连跌4天,奈飞收涨2.16%,微软收涨1.7%,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涨1.27%,推特收涨1.15%,Facebook收涨1.07%,AMD收涨0.7%,较3月份收盘涨超199.50%,IBM收涨0.58%,英伟达则收跌0.7%,特斯拉收跌2.12%,美光科技收跌2.9%,英特尔收跌2.96%, 博同收跌3.35%,恩之谱收跌4.39%,中概股人人公司收涨57.66%,拼多多收涨19.40%,比利比利,B站收涨4.69%,京东收涨2.11%,百度收涨1.18%,阿里巴巴收涨0.7%,网易收涨0.21%, 换句时代则收跌0.16%,默默收跌0.47%,爱奇艺收跌0.93%,新浪收跌0.95%,虎牙收跌1.51%,微博收跌2.75%, 德国,DAX30指数收跌0.13%,报11970.27%,法国CAC40指数收涨0.27%,报5283.79%,英国-100指数收跌0.08%,报7273.54%,商品优势收涨2.2%,没有,创一周收盘高位,投资者关注美国飓风天气, 和对伊朗的制裁,WTI10月原油期货收涨1.71美元,涨幅2.53%,报69.25美元每桶,创一周收盘新高,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收涨1.69美元,涨幅2.18%,报79.06美元每桶,创6月29日以来, 前月合约收盘新高,Condex12月黄金期货收涨0.2%,报1202.20美元每盎司,轮捏跌至8个月最低位,市场情绪谨慎之际受累于钢材价格疲软,LME期涅收跌1.5%,报12230美元每吨,一度跌至12165美元每吨,创2017年12月29日以来 盘中最低位,LME期涅收跌2.9%,报2311美元每吨,创8月16日以来收盘新低,LME期涅收跌2.4%,报2044美元每吨,LME期同收跌0.9%,报5859美元每吨,LME期间收跌3.1%,报1965美元每吨,LME期间收跌0.9%,报5859美元每吨,LME期间收跌3.1%,报1965美元每吨,LME期间收跌0.9%, LME期间收跌4.0%,报1945美元每吨,LME期间收跌4. ..破106产市前收跌1.5% explờ64美元 报1945美元每吨 外汇离岸人民币,C&H兑美元北京时捐4.59分报6.8755美元,较州一纽约尾盘跌66点,盘中整体交通于6.8672到6.8875元区间,美元指数上涨0.1%至95.23%,欧元小幅下挫至1.1587,英镑对美元下跌0.1%, 至1.3010美元,美元对日元汇率上涨0.5%,至111.63,在市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四个基点,至2.98%,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四个基点,收于2.75%,美国财政部今日出售350亿美元的三年期国债,收益率2.821%,为200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三个基点,至0.43%,而意大利十年收益率小幅上涨四个基点,至2.78%, 金兵参加 condition是多数的金兵 sit距离,至4.80%的高水平。 予是可供上涨四个基点,至4.51%的高水平。